多肉植物是一类美丽而又耐旱的植物 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和颜色 深受许多花油的喜爱 但是养多肉植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们对土壤的要求很高 如果用不合适的土壤 就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和健康 有些花油可能会认为 用全棵力图来养多肉植物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全棵力图透气性好 水分流失快 可以避免多肉植物烂根 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有很大弊端的 下面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全棵力图并不适合所有的多肉植物 不同的多肉植物有不同的原生地区和生长习性 有些多肉植物喜欢疏松 饱水 弱酸性的机制 比如景天科的多肉植物 有些多肉植物则喜欢干燥 排水 碱性的机制 比如百合科的多肉植物 如果用全棵力图来养所有的多肉植物 就会忽略了它们的个性化需求 导致它们不能正常生长 其次全棵力图虽然可以防止烂根 但也会带来其他问题 由于全棵力图中几乎没有泥碳土等有机制 所以它不能提供足够的营养和保水能力给多肉植物 这样一来 在生长季节 就需要经常浇水和施肥 否则 多肉植物会因为缺水缺肥而生长缓慢 形态变形 颜色变淡 另外 由于全棵力图中含有大量的石灰 珍珠岩等碱性成分 所以它会使机制变得过于碱性 影响多肉植物对铁等微量元素的吸收 最后 全棵力图并不美观 虽然这点可能因人而异 但是我个人认为 用全棵力图来养多肉植物会显得很单调和乏味 没有了泥碳土等有机制的衬托和调节 全棵力图看起来就像是一堆沙子或者石头 并不能突出多肉植物的美感和特色 而且在浇水和施肥过程中 全棵力图也容易被冲走 或者沾染上其他杂质影响观赏效果 综上所述 我认为不要用全棵力养多肉植物 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土壤呢 一般来说 最好是根据不同品种的多肉植物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机制配方 一种常用的方法是 用泥碳土 珍珠岩 稚石等材料 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 形成适度饱水 透气 排水 营养的机制 具体的比例 可以根据多肉植物的类型和生长季节进行调整 比如景天棵多肉植物 可以稍微多些泥碳土 百合棵多肉植物则相反 在夏季可以增加颗粒土的比例 以利于排水和降温 在冬季可以减少颗粒土的比例 以利于保温和保湿 当然了 这些都只是一些基本的原则 具体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来把握 总之 养多肉植物是一件有趣而又有意义的事情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美丽和快乐 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耐心和细心 但是 养多肉植物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知识 我们不能随意地对待它们 而要尊重它们的生命和需求 用全颗粒养多肉植物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它会让多肉植物 失去它们原本的魅力和活力 我们应该用合适的土壤来养多肉植物 让它们展现出最美丽的姿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